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哈尔塔夫元帅莫属了 这位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挥下大将 在喷逃后加入美国 并长期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服务 2011年卡扎菲倒台以后 哈尔塔夫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在美国 埃及 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的支持下 重返利比亚 侧反拉拢了原来卡扎菲手下的一批军官 操纵东部地区的议会 组建了国民军 并迅速成为利比亚势力最强的军阀 而且还有大量的俄罗斯雇佣军为其效劳 拳头勾引 因为外部势力的支持 对于哈佛塔尔元帅来说 没有比统一利比亚更合理的目标了 我们都知道 自从2011年以美国 法国为主的多国部队 联合打击利比亚 推翻了卡扎菲的领导 利比亚就群龙无手 陷入了内战 成为地中海南部的难民输出地 和北非最大的奴隶市场 各个地方军阀和部族武装相互征伐 大国的代理人战争持起比伏 卡扎菲斩下的巨额财富被列强洗劫一空 利比亚人民不但彻底失去了 卡扎菲时代丰厚的福利 也陷入了朝不保夕的水深火热之中 哈尔塔夫要统一利比亚 各地的小军阀和部族武装 都不是他的对手 分分钟吊打 唯一的障碍就是得到联合国承认 并在明面上得到美国和北约支持的 所谓民族团结政府 俗称利比亚政府军 但是这个所谓的利比亚政府军 名不符实 既没有自己的军队 也没有自己的政府机构 甚至包括税务海关和法院等 一切都得依靠利比亚各地的 部族武装和民兵组织 哈尔塔夫要名正言顺的统一利比亚 所以他也在东部地区搞了一个议会 这个议会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是却也得到了美国 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默认 哈尔塔夫操纵东部议会授权 他指挥利比亚国民军 发起针对利比亚政府军的军事行动 将首都迪尼波里和整个国家 从恐怖分子手里解放出来 从今年4月开始 哈夫塔尔就统帅大军进攻政府军 一路势如破竹 政府军无力抵挡 迪尼波里的郊区和机场 都先后落入哈夫塔尔的手里 国民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抵达迪尼波里核心区 不到10公里的前线 哈夫塔尔胜券在握 只要通过最后一战 拉下迪尼波里 就可以统一整个利比亚了 得意忘形的他通过媒体喊话 向政府军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残余的3万多政府军 在72小时内投降 否则的话就格杀勿论了 谁知道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 银沟里翻船了 政府军得到了土耳其军事的增援 大量的弹药武装 各种精锐部队和军事顾问 一下子战斗力爆棚 打得国民军措手不及 一夜之间情势逆转 不但丢掉了迪尼波里郊区的大片时空区 而且损兵折将损失惨重 包括哈夫塔尔手下的第一大将 也让土耳其的导弹给击毙了 其他精锐的军官 也让土耳其特种部队的狙击手 干掉了不少 土耳其的斩首行动非常成功 极大的震慑了国民军 直接导致国民军的大溃败 最维半岛电视台网站 12月28日报道 土耳其出兵利比亚的决定 给了民族团结政府一记强行争 大批早已秘密抵达的第一军特种部队 在土耳其军事顾问团的统一协调指挥下 于当时时间27日晚 发动了突如其来的大反攻 打了哈佛塔尔国民军一个措手不及 不断夺回了此前被哈佛塔尔抢占的所有师弟 更关键的一招是 打死了哈佛塔尔的头号大将 莫汉莫德马斯拉蒂 马斯拉蒂号称是中东的第一代强人 是国民军杰出的坦克和武装部队总指挥官 也是此次进攻迪尼波利的前线指挥官 俗话说千金一得一将篮球 马斯拉蒂的死是国民军最惨重的损失 直接导致了国民军的大溃败 民族团结政府军的消息人士称 政府军在迪尼波利南部战线的大多数战场 击败了国民军 迫使对方全面撤退到首都范围以外的 亚尔默克营地后方 中东媒体很快就披露了政府军反败为胜背后的秘密 是土耳其政府军的新业池原 在哈佛塔尔以为胜券在握 发出最后通牒的三天时间里 土耳其从空中和海上 向政府军运送了大批武器弹药 导弹、无人机和重炮 土耳其特种兵也在前线引导炮兵打击国民军的重要目标 并派出大量的狙击手 斩首国民军前线指挥官 一举逆转的战局 让迪尼波利的政府军绝处逢生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俄罗斯的雇佣军的作用 许多媒体报道称 苏来以战斗力强悍著称的俄罗斯雇佣军 这次败给了土耳其正规军 根据媒体透露的信息 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 瓦格拉私人军事公司 该公司同时还向乌克兰东部战场 非洲和其他热点地区派遣俄罗斯雇佣军 被认为与俄国防部和克林姆林宫关系密切 从最新战况来看 俄雇佣军在利比亚的参与度 确实不如乌克兰和叙利亚 起码其装备和兵运素质 不足以与土耳其这样的军事强国的正规军对抗 但是半岛电视台则认为 俄罗斯官方一直否认向哈夫塔尔提供了军事援助 或是派雇佣兵帮助其作战 一方面是媒体有鼻子有眼的剧透 另一方面则是俄罗斯政府的吉利否认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 我们认为土耳其和俄罗斯很可能在唱双谎 瓦格拉公司的俄罗斯雇佣军 肯定参与了对政府军的战斗 但是很有可能在与土耳其军队的战斗中放水了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 土耳其出兵利比亚是个好事情 中东的水搅得越混越好 可以减轻叙利亚战场和伊朗方面的压力 除了土耳其以外 卡塔尔也被认为对民主团结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 这个可以理解 想想前年特朗普策划了沙特等中东国家集团 唯有卡塔尔 土耳其第一个给卡塔尔撑腰 不但派出大量精锐部队深远卡塔尔 还向卡塔尔运送了大量物资 帮助其渡过难关 绝处逢生的政府军 在取得迪尼波利保卫战大捷以后 人不敢掉以轻心 多方下注 匆忙向北约和欧盟发出请求 希望他们能介入利比亚内战 而国民军发言人则表示 将对一切向迪尼波利政府军运送武装弹药和外国援军的飞机船只 或其他交通工具进行拦截 这个就有点阿Q了 国民军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拦截土耳其的飞机和军舰 艾苏丹提了心要参战 别说国民军阻拦不了 就算美国也很难拦得住 不得不说埃尔多安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军事作战案例 一双翻云赋予首改变了利比亚的战局 若不是他出手 估计利比亚政府军的三万多残云部队正在被国民军大肆屠杀了 现在形势力转 等到下周土耳其议员通过授权 其实就是放个烟雾弹 不管议会会不会通过 反正先头部队已经派过去了 当然埃尔多安领导的政法党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 通过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典型的先上船后买票 那么埃尔多安为什么要出兵利比亚救援政府军 并且不出意外的话 土耳其还要帮助团结政府干掉国民军 它的目标动机在哪里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 这是土耳其的奥斯曼雄星大爆发 国父凯莫尔的棺材板盖不住了 埃尔多安要恢复土耳其在中东的王者地位 从现实利益来讲 就是为了能源地中海沿岸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埃尔多安出兵之前 本月中旬 土耳其与利比亚政府军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协议 即所谓的地中海海事管辖权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扩大了土耳其 对地中海一块富含天然气地区的主权深所 但是却遭到了希腊 塞普鲁斯 以色列 埃及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我们知道土耳其是一个缺油少气的国家 虽然土耳其是中东地区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而且可耕地面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30% 但是土耳其却是一个平油国 甚至不惜偷偷默默的与ISS合作买油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中整个中东在一战前几百年里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域 如果不是因为奥斯曼在一战后被列强分割的话 那么今天土耳其拥有的油气资源要占到全球的一半左右 没办法 这就是命 谁让中东的石油是在一战后才被美银发现的呢 特别让土耳其感到受刺激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科技发达又有美国的帮助 近年来居然在地中海沿岸开发了两个大气田 生产的天然气不但能够满足以色列本国的需要 而且还可以大量出口 毫无疑问埃尔多安眼红了 地中海虽然比不上波士湾 但是也是一块肥肉 据称以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超过十万立方米 这个就是埃尔丹与利比亚政府军签署秘密协定 瓜分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动机和目的 一旦埃尔多安占据地中海丰厚的油气资源 那么土耳其就会崛起为新的中东土豪 不但解决了本国的人员问题 还有大量的赋予油气可以出口到欧洲 这个巨大的现实利益值得土耳其军事冒险 军不见为了南海和油气资源 越南和菲律宾两个小国居然敢叫板我大中国 所以埃尔多安的出兵利比亚的决定一点也不稀奇 我们要知道 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 拥有常规部队60万以上 加上准军事部队有上百万 在中东地区可谓是兵强马装 美国虽然很强大 但是美国的军队吩咐在全球 面对的敌人多如牛毛 美国现在已经将中国和俄罗斯 作为最主要的两个对手 军方已经在为收缩力量 从非洲和中东猜测军队 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制造舆论 这就是土耳其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 也是根本的原因 就是凯末尔的棺材板盖不住了 我们都知道凯末尔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 但是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以后 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 其核心要义是寻求缔造一个现代民主和世俗的土耳其国家 简单的说就是要脱压若偶 凯末主义有六个缺一不可的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分别为共和主义 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 共和主义就是要彻底告别落后的君主制度 建立现代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 与西方现代政治接轨 民族主义就是土耳其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这是对类的 对外则是要保持光荣孤立 不再干涉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其他国家的事物 世俗主义就是要政教分离 告别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 并且政治要高于宗教 形势比人强 土耳其一心向明月 赖和明月照勾去 别的不说 就说土耳其想加入欧盟 前前后后都谈了半个多世纪了 还是连个门槛都摸不到 你想拖压入欧 也要人家欧洲愿意接受你啊 北约倒是加入了 可惜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 但是没有什么地位 只是打手罢了 头一次上场 就在朝鲜战场挨了志愿军 一顿胖州 一个王牌女 没几下就被干没了 现在西方的霸权时代终结 世界正面临百年巨别 埃尔多安全面突破了开莫尔主义 开莫尔棺材板再也盖不住了 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 正在向政教合一的方面大踏步前进 早在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时候 就称因为当众颂读 宣尼塔是我们的街 秦真士是我们的兵营 信徒是我们的士兵 而被关进了监狱 今天的埃尔多安大权在握 已经顾不上开莫尔的什么世俗主义了 还有就是开莫尔的民族主义 在埃尔多安这里也不见了中影 首先是在国内对待库尔的人的问题上 埃尔多安空前强硬 铁血镇压 自从他2018年果断进攻阿弗林地区 以及不顾美国强烈反对 围剿库尔的民族武装 可以看得出来 埃尔多安不能容忍库尔的人的独立运动 更不会给库尔的人以平等的权利 而在对外关系上 埃尔多安也不会循规蹈矩 他非常积极地干涉中东事务 怡然以中东地区的领袖之居 关于这一点 早在2018年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就曾公开指出 埃尔多安心里藏着一个 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而沙特 阿联酋 埃及 伊拉克等众多的中东国家 都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独立出来的 他们绝不会再愿意看到一个 统一的奥斯曼帝国 所以土耳其的小目标 即捞电油气之源 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是大目标 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西日荣光 只是绝无可能实现 俄罗斯现在虽然观话讲得很好听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说 莫斯科反对任何外国干预利比亚危机 而埃尔多安此前为出兵制造舆论时 则点名批评了俄罗斯雇佣兵的存在 破坏了利比亚的和解进程 这双黄唱的水平实在是高 对于普京来说 埃尔多安高调宣称出兵利比亚的决定 郑重下怀 对于俄罗斯来说 有两大战略利益 于是减少了叙尼亚战场和伊朗方面的压力 公固俄罗斯在利比亚战场上的既得利益 确保收获更多的利益果实 这个是小利 对俄罗斯来说 还有更大的利益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最头大的问题就是北约东扩 这也是美国顶在俄罗斯脖子上的一把尖刀 如果俄罗斯利用土耳其出兵利比亚的切记 建立了美土关系 那么北约可能就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 不排除土耳其退出北约的可能 而只要土耳其退出了北约 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出兵利比亚 可以与英国脱欧相提并论的原因 那么美国苦心几率30多年策划的北约东扩 就将彻底失去意义 因为有了土耳其这个盟友 俄罗斯向南可以自由进出地中海 在北边可以通过北西线与德国和欧洲暗通团取 而在东方则可以与东方大国背靠背 这样一来 美国对俄罗斯的封杀和围堵就失去了意义 一句话 一个土耳其抵着上北约东扩的波兰 立陶宛等小国加起来的总和 即使土耳其不退出北约 只要土耳其军队在利比亚打赏战争 那么土耳其与以色列 希腊 埃及 美国和欧盟的矛盾就不可调和 留在北约 也会是人在朝银 心在汉 这对俄罗斯更有利 俄罗斯可以对美国说 30年了 你挖了我十几个小弟 现在我只要挖你一个小弟就够了 真的是够本了